好,那么在我们上节课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我们Web开发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来看一看我们Web元素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HTML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HTML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HTML呢,它的全称是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文本标记语言,也称为超文本标记语言 所以说首先呢,我们说它还是个语言,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本身是我们人和人交流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传递的一个使者 但是呢,它的语言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标记,它标记一个事物 那标记的目的呢,实际上我们把它引申成什么,它是代表一种什么,语意 就是标记一种语言的意义,就比如说我们说看到的什么 比如说腾讯首页,淘宝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你看这很显然这样的字母应该是一种什么,叫标题,对不对 那么这种标题呢,我们肯定有它的意义,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光写一个百度一下,那么这个呢,只能称之为一种普通文本 但是呢,我要把百度一下呢,把它标记成一种什么 比如说标题的一种语意,所以语言意义的一种标记 所以它本身来说也是我们所说的文本 只是说它这种文本呢,大家会发现 这种文本啊,跟我们普通写的文本不太一样 我们普通文本呢,可能只能写字 不能调大小,也不能调什么,颜色 但是呢,我们的网页呢,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什么,装饰 那么这种装饰呢,但是怎么去利用到这种装饰能限制到这些文本呢 所以说它是超级的文本,标记语言 所以说HTML更多是这个概念 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还是一种什么呢 标记,mark up 那么这种标记呢,有些时候呢 我们又把它起名叫标记,而是起名叫什么,标签 所以说它是一种很多标签语言 怎么是要标签呢,好,我们下面呢 还是用我们的检查这个地方来看 检查中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地方呢,很多元素呢,都有一种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什么,监括号,对吧 监括号,然后呢,监括号的里面 是一个什么,描述很多的一个单词 但这个词语呢,你会发现 我们在屏幕上呢,看不到 比如说我们拿,还是拿我们的这个选项 箭头选项 然后选择一个什么,糯米这个地方 大家看,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词语叫糯米 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看到的是糯米 但是在糯米的外面 实际上是有很,一个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叫监括号A 和一个反弦线监括号A 来把它什么,限制住的 也说这个反弦线A的里面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什么name啊 class啊,这些单词是不是 在我们的页面上是根本没有显示出来的 也说这些内容其实都是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它内部的一个什么标记属性 隐藏起来的 而真正能够展现给用户的是糯米这两个字 但糯米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奇怪 糯米呢,当我们把鼠标移到糯米的时候 你看我们的鼠标变成了一只什么 小手 说明我们通过这种标记呢 把我们原本这个糯米这两个字 赋予了一个什么 更新成的意义 当然这个意义呢,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简单来说就认为是个什么 链接 它可以点开一下过后可以跳到什么 另外一个网站,对吧 你看我们点一下过后 你看它是不是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网站 对不对 所以这种呢,我们称之为一种什么 把原本的文本 普通文本 变成了一种什么 更具有特殊意义的什么文本 那么这种文本呢 我们称之为叫超级文本 所以说HTML呢 更多指的就是超越文本 这个普通属性的这样一个功能 同时呢,它又标记了这种什么文字的一个意义 所以它一种呢 我们说HTML中呢 基本上我们很多时候所说的用什么 尖括号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尖括号A 然后呢,和尖括号反形和A 把我们的什么 这个糯米 这两个字标记起来 那么这个A 实际上呢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种什么 糯米的一种什么 叫标签 标签 有的时候呢,把这个标签呢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叫什么 元素 所以说以后呢,大家看到了标签 或看到的元素 其实都是指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尖括号里的什么 这个名字 也就是说相当我们这种标签呢 我们叫做A标签 如果这个地方改成B呢 那么自然而然 当然这个地方改成B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写成B 所以这种标签呢 我们也就叫做B标签 所以说这个标签叫什么名字 我们就叫什么什么标签 或什么什么元素 好,当然这个标签呢 只能说我们人认为的 比如A啊,B啊 是这个概念,对不对 但是A呢,它可能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标记为A标签过后 我们的语意发生改变了 就是说糯米不再是糯米了 你看我们鼠标点进去过后 点进去过后 我们会发现什么 它鼠标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而且呢 还赋予了一个新的功能 是可以进行什么 跳转到一个什么 糯米网站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我们的所谓的超越文本呢 就是它在这个糯米的基础之上 又增加了很多什么呢 属性 所以说呢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标签里面 还可以增加一些什么 针对这种标签语意的什么属性 然后呢 更加的去什么 加强这个糯米这两个字的什么 语言意义 所以说整个HTML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就是一种什么 标签语言 或者说它就用很多很多的标签 来限制我们认为的一些信息展示量 把一些文本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 那么这些标签呢 也就是叫语言数 而这些语言数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 是进行一些语意的描述 语言意义的描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标签 那么HTML到底有哪些标签呢 那么这些标签究竟用什么语意义呢 以及这些标签中 我们有哪些属性呢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到 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网页中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标签中呢 从整个的形式来说 我们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就是一种叫做双标签 双标签 一种呢 称之为叫单标签 这种的概念呢 我们希望大家只是知道就行 不需要去特意去记 因为我们在后面呢 会有专门的编写工具 会让大家去规避出这种记忆的风险 好 那么什么叫双标签呢 双标签指的是 一个标签有头有尾 比如说像我们的A标签 你看 有A 然后呢 它的结束就有一个反斜杆A 那这种是我们称之为叫双标签 而单标签呢 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我们写了一个ABC标签过后 那么标签呢 必须是有一个什么 监控号 扩起来 对不对 那么有了单标签什么 就是它只有一个标签 开头没有什么 结束标签 所以在很多规范中呢 就很规范的ITMR语言中呢 要求单标签后面 就单标签的后面 因为它没有结束标记 我怎么让浏览器知道它结束了呢 就一般来说都会在后面 再加一个什么反系线 当然呢 有些轻量级的浏览器 它可能会认为什么 它知道这个标签是单标签的话 那么怎么呢 它就会也会认为 你不写这个反系线 它也认为是正确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倒没有必要特意去记 那以后呢 我们会有IDE的工具 来专门来规避 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风险问题 好 还是回到我们这 那么我们的HTML有多少标签呢 那这些标签 我比如说有没有ABC标签呢 或者我写了ABC标签过后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HTML呢 是属于我们的W3C组织提供的一种规范 所以说自然而然它有一个规范文档 那我们所有的学习 其实就应该遵循官方提供的这个什么文档 来进行学习 而不是说我们说什么 你就听什么 而是应该严格按照官方的要求 因为浏览器是按照官方文档来制作的 那么你也要按照什么官方的文档来进行编写 这样的话我们的文档和浏览器之间的数据通信 就能够保证他们的什么准确性了 好 那怎么去查看这个文档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先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网站 那么这个呢 也有离线文件 那么我们先以在线形式来看一下 什么呢 它是叫做W3Sgoo 3Sgoo 这样一个主词 这个主词 大家记住 是W3Sgoo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在搜索过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官网 看没有 官网 我们直接点官网进去 不要去点击其他的网站 直接点官网进去 好 那么官网进去过后呢 那么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W3Sgoo的一个官方网站 它就含有了我们web中常用的几个元素 比如HTML 4S JavaScript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这些技术呢 跟我们的现在的很多 就是web前面页面展示技术的关系不是很大 页面展示在前两个 那这些呢 有些是后台技术 所以我们这儿呢 可以看到 其中呢 我们在最旁边 有一个参考手册 看没有 参考手册中呢 其中就有我们一个比较重要 叫HTML的什么标签手册 所以说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查询标签 其实就通过这个手册 就能找到 我们有哪些标签 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好 点下去看了过后呢 我们这块有个目录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目录呢 第一个 我们是按字母功能排序 或者按功能排序的什么标签列表 所以说也就是说 HTML能支持的标签呢 就这些标签 看没有 所有的标签 是不是全部由一个尖括号扩起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像我们刚刚看到的A标签 是不是也在这儿 对不对 所以说所有的标签都在这儿 那么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了 比如说我们回到了 回到我们的百度的首页 我们点检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监括号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监括号的内容中 我们都应该在这个手册中什么的 看得到 对不对 那比如说刚才我写的ABC 有没有呢 你看 A标签中是不是只有A 然后其实有ABBR 然后呢就没有ABC的这个标签了 对不对 所以那么我们写了ABC标签 那么浏览器能认识吗 它自然而然认识不了 认识不了 那它就会把它当成一种什么 错误 或者当成一种什么 未标记 未标记呢 它不同浏览器呢 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方法 但是呢 始终这种解释方法 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我们想给用户呈现的内容 和最终浏览器给用户呈现的内容 可能跟我们想的什么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定义标签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什么 跟我们现在支持的 官方支持的标签要一样 那么这是标签 而且你看后面的是什么 描述 描述其实就是说明 这个标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的一个语言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像 我们在这个地方中 有这么一个标签 我们来看一个比较 很容易理解的一个标签 比如叫做IMG 你看IMG标签 是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你 定义的是一个图像 而我们想一想 我们在网页的过程中 第一节课中我们说过 当我们不小心把这个Hard 给它删掉过后 我们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的最原始的内容 对不对 你看这些内容中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什么 这些标 这些内容 这些文字 对不对 同时你看像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百度 对不对 百度那么你看 我还是一样 我用这个箭头 点一下它 点一下它 那大家看 你看这个图片中 是不是就有个叫 IMG 你看来标记了这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们标记了这个部分 这个内容 或者是这个文件 是什么 是图片 所以说浏览器 也会在这个地方 以图片的形式 去什么 去加载 或去渲染 这一个区间 所以说 那么每一个标签 对应什么样的语意 我们需要 有一定的什么 记忆 当然我们都说 不需要大家 把所有的标签 全部像这个样子 从头到尾去记 因为我们随着 以后工作中 越用越熟 越用越熟练 如果以后工作中 我们接触了一些 我们可能没有记住的标签 没关系 我们通过什么 手册 我们查询到 然后看看后面 是什么意义 然后以及这个标签 具体有哪些功能 我也可以什么 点进去 比如说你看A标签 我点进去过后 是不是我就知道 A标签该怎么去用 以及A标签中 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对不对 好 还是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来看看 咱们怎么来看 好 比如说 我们看这是标签 对吧 标签的列表 或按字母和按功能 这两个功能是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了 所有的标签中 是不是都会在 这个标签的里面 那一定要记住 是标签起始位置的后面 会增加一个叫什么 属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属性 属性在哪呢 有哪些属性呢 好 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手册中也告诉了 我们HTML中 能支持的所有属性 对不对 好 当然我们现在 如果是我们第一次学习 HTML 像这些属性 我们可能现在还用不到 因为这些属性的目的是干什么 就是为了我们后面 比如说我们要装修房子 或者我们要增加这些什么 每个元素的一些动作特点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些属性 进行一些 跟我们后面的一些什么 装修材料 我们的JavaScript的动作 等等进行一些什么 对应关系 那么像这些地方 这里头的 这块 这个地方的表格 列出的属性是什么 是所有HTML标签中 它都可以支持的属性 好 那你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 我们还重新刷新回来 百度 还是拿糯米这两个字来看 你看当我还是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个A标签的里面 是不是含有了什么 HREF 什么NAME 什么Class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回到这个表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是不是有Class 对吧 所以说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Class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我们的什么 通用属性 就是所有的标签都能够什么 支持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你看有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一个属性 叫HREF属性 看一下 是不是没有 对不对 没有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属性一定是什么 A标签所特有的 那这个属性干什么用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什么 再找到这个A标签 然后进去过后 你看A标签中 所特定的一些属性 是不是在这个表中 又增加了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看到这个 你看HREF 是不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属性 对不对 这个属性告诉我们什么 是我们这个链接 也说A标签 是为了链接使用的什么 那么它指向的什么 页面的URL 也就是页面的地址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点到糯米的时候 其实它最硬的这个什么 地址就是3w.糯米.com 看没有 这个网址 也说我点进去的时候 你看它是不是自动的 就会跳到这个网址上 看没有 所以说也就是说 其实A标签中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HREF 其实是不是就告诉我们 鼠标点进去过后 我会做的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只要有这个手册 然后在看到这些标签 或者用这些标签的时候 我们只要是记不住了 就要通过手册 来通过这些表格的东西 怎么进行查找 但是这种查找 虽然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 但是在我们实际工作中 因为一般来说 要提高一定的效率 所以说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 非常常用 非常常用的一些标签 所以这些标签 以及一些常用属性 那么常用标签 常用属性 我们是希望大家 能在课堂过程中 学习过程中 就能够把它直接记下来 或者把它理解出来 而不要在工作中 每看一个标签 查一个标签 看一个标签 查一个标签了 好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 关于HTML的一个什么 概念 以及HTML的一个学习方法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